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十二讲 来接着我们上节课的内容来继续这个UI的一个设计 这节课呢,主要是和列表相关的一个前端的一个搭建 主要呢,是第一个呢,是左右分栏的一个变迁和任务 在我的设想里面呢,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它是分为左右两个部分的 然后左边这一部分呢,是一个变迁的一个页面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任务 好,那我们就先来把这一块内容给实现一下 当然我们构建也是启动起来 既然是左右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要进行跟它分成一个左右的结构 而且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结构里面 我们的这个首页呢,是在这个index里面 所以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这一块内容 好,这里呢,我们将它进行一个分类 就是说长度的一个设置 这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小屏幕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它也给它 也占一部分内容 然后内部的话,我们用什么来写呢 内部的话,我们就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我们的panel 随便找一个panel 然后在panel里面呢,肯定就还有一个panel heading 当然,除了变迁之外 我们如果要添加一个变迁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在它的这边放一个按钮 按钮怎么放呢 我们把按钮用小个的 所以呢,用XS 然后呢,我们要让它浮在右边 所以说我们要pull right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按钮就好了 当然,我们还有图标 当然这个图标的话,我们就需要设置一下 应该是一个加号 plus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效果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 除了左边这一块内容 我们还会有右边这一块内容 右边这个内容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就同样的 既然左边是panel 那我们明显右边也可以放一个panel 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还需要加一块内容 叫panel body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的一个面板 既然我们上面叫task container punner 那我们右边这个区域的话,也同样要使用类似的一个做法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 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分了八格了 所以下面这个很明显就是只有四格 同样,我们在内部装一个punner 好,我们用同样的颜色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一个任务面板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task 好,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个panel body给升掉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长什么样子 好,这个情况 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标签 这个边框给去掉 那么看起来就要好看一些了 那这个边框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地方来处理 删掉的话,看一下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来慢慢的完善这两个容器的一个样式 既然我们这儿写了,我们要把它占满全屏 就是高度百分之百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设置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两个元素 我们给它设置百分之百,看这样有效吗 看起来是没有效果的 那这个时候如何才能让它变成百分之百呢 我们可以给它用一个绝对的一个定位 用这个固定的一个定位,看一下现在呢 好,还得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设置我们的内部的这样一个元素 那么才会可能生效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还需要设置它内部的这个Panel 然后呢为百分之百 好,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变成百分之百 这里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这个样式没有生效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设置到我们的Position 实际上是什么Relative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其实并没有生效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我们引入的样式里面 注意看,没有包含我们的这个Index 再说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根据就需要根据我们的一个需要 来改进我们这个一个构建了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再添加一个文件 添加什么文件呢 添加我们的一个和资源相关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我们让它格式为Json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 好,使用对写的名字 然后路径的这种方式来配置我们的一个选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构建里面来处理这些 获取这些内容 当然在参数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去读一下 通过Parse 这个地方我们要读的是什么呢 是文件,这个文件路径就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新建的这个文件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引入我们的FS 所以说我们这个构建的话是跟着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改进而改进的 当然Clean这些就不用变了 不用变了 这边我们Build 暂时不管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重新来处理我们的这个这个内容呢 我们需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我们需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需要处理HTML 这个地方HTML是哪些呢 就是CoppyHTML 好这个时候我们由于HTML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 搞到它 SR&C下面的不管哪个路径下的所有的HTML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它呢都需要复制到哪去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样一个dist目录下去 我们用写线结尾表示它是一个目录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干嘛呢 我们还需要打包我们的一个js 你看其实在我们刚刚的一个写法里面 我们的js是每次写加一个 那么就需要在这儿去改 是相当麻烦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不可以简化 这样一个步骤呢可以的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打包js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地方打包js的话 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的js的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呢我们该干嘛呢 看一下我们有一个concant也就是连接 所以说呢我们把它连接在一起 连接成一个大个的资源文件 好注意了 concant有两个参数 流浪 我们可以把在每个文件之后加一个封号 然后呢 加个-n防止注释被处理掉 处理好之后 同样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放的位置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dist目录下的assist 然后呢是js这个目录下去 注意了 现在我们要查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文件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文件内容哪去找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配置 其实呢我们可以直接在那边去写的 但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拿不准我们这个 那个顺序那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最好是约定的 把它写死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我们的路径是不是这样子的 assist 然后plugin 这里面我们最先要引用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jquery 然后呢 就有一个jquery 叫js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引用什么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jquery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breece drip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以后在我们请求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只有一个请求 那这样子的话 也是能够到一个前段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效果 当然angular里面我们就肯定是angular.js 还有 这个地方angular里面的一个插件就是 以angular打头 然后以angular横线打头的这样一些js 那么这个呢统治统得称为这个资源的一个js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构建里面要用的也就是这个对象的资源 好 那这样就显得非常简单了 那同理除了我们的一个js文件 我们的css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也是需要这种方式来做的 那我先写哈 css css css也是不是需要这样去做呢 好 当然 我们直接 因为代码比较累 我们就直接复制过来了 那这个地方css打包出来也就是一个css 当然这个地方换行我们就不再是分号了 就是两个半号就好了 然后放的位置的话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css这个地方 除此之外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哦字体 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bootstrip里面呢 它有一个字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 给它处理一份资源的一个字体 当然这里我就把以前的东西改掉 因为它已经不太适用了 好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写了就肯定要要 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补充一部分东西出来 第二个是我们的css 第三个是我们的字体 看一下 我们的css的话是有哪些呢 从这三个库里面来看 其实只有bootstrip里面才有css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要配置的也就是它的这个内容 css看一下 我们要用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要用的就是bootstrip点css 然后字体的话 同样哪个地方有字体 也就是我们这个bootstrip这个地方才有字体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需要这样来配置 bootstrip然后funks 注意看这个地方我们就只能通过选择所有 来把字体进行复制了 那么构建的地方 我们的字体就是直接输出到 assistfunks 那么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做成我们的 构建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的build里面就应该什么做呢 就应该包含这些项 资源文件的处理 好处理了资源文件 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 这除了这些资源文件 我还有一些什么呢 index然后controller这些东西 那这种就该怎么去做呢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处理了资源文件之后 我们就要处理其他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呢是什么 资源文件处理 这一堆都是 除了资源文件的话 我们就需要 app的一个文件处理 app的文件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什么呢 复制我们的html 然后呢复制我们的这一个app的app.js 那这个地方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去配置一个assists.app.js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用app.js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用app.js 同理我们可以写一个css 当然这就比较雷同了 这种mebify我们就暂时不要 看一下 这是css的一个处理 当然这种wall我们就也不需要了 save和watch这些是不能省的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儿合起来的话 就应该变成处理这三个 这是第一批 那么第二批的话就应该处理什么呢 处理我们的 叫app.js app.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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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我们要把app.js 这个 在这边进行一个填充 然后还有一个app.js 然后还有一个app.js 进行一个填充 这个呢应该用哪些文件呢 在app.js里面就应该用 src的index.js 注意看 因为我们每次要跑的话 都是从我们的这个什么index开始的 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 找到我们的app里面的 不管是多少层 然后里面的一个js 因为它都是用了同一个模块 所以说它不会出问题 那这儿需要注意了 我们的每一个文件 这不用 因为它只生成一个js文件 所以说刚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个css也是需要处理的 我们这儿css的话 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src下面的一个 这样一个文件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 我们再来构建一次 看能够生成什么效果 看一下 它说我们的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能查到吗 看一下 明显这就写错了 所以说呢 要稍微仔细一点 好 好 跑起来了 好 但是看不到结果 我们看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边这个index没有改 所以导致它呢 找不到我们的一个内容 所以就在这里来进行一个改变 比如说我们顶上这个地方就需要有几个呢 一个是assist这样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app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下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再有这么多复杂的一些东西了 就两个js文件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资源js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if.js 好 这些都是多余的 那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个 看一下 现在的话已经正常了 但是我们的一个样式 这个主样式没有加载出来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这个样式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错很好解决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就知道了 看一下 这只生成了一个app.js 没有生成我们所谓的assist.js 那这个原因在哪呢 就要看我们的构建有没有成功呢 我们的build里面有个assist.js 所以说这个代码的话 它是会跑起来的 既然它会跑起来 但是它又实际上又没出来 那这个时候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呢 就可能出在我们的这个的路径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src的目录下有一个assist 这样一个插件 然后呢 blitstrip.css blitstrip.css 好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这边 构建的地方 css 然后打包成它 放到我们的 css 目录下去 看起来也没有错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怎么来排这样一个错误呢 第一步 我们来确认一下 它有没有执行 这个随便输出一个东西 然后重新跑一次 就知道它有没有执行了 看从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它这里是执行出来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段输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一个 注意看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路径是不是对的 看起来也是没有错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再来排了 我们如果觉得它没错 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直接强制输出到这个 dist这个 目录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 生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理论上我们这个地方已经生成了一个 Bullistrip 这样一个东西了 实际上没有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 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在哪呢 我们还得再来仔细 抽一抽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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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了,我们这边这个名字出错了,bootstrip,没有这个t,所以导致了它 我们这个地方就找不到了,看一下,这种名字取错了,危害性很大 那这个时候跑不起来,咋办呢,先把这个停掉 然后再来跑,好,跑得动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这边没有错错呢,因为这边这几个文件都是找得到的,所以它是没有出错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跑一次,看一下我们这个结果就对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点登录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情况 现在的话我们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时候我们右边这个任务面板的话 它把上面这个给覆盖掉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来设置它的一个样式 看一下 既然 要覆盖,那不好意思,我给它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让它飘到 右边去 这样它就不会覆盖了 这样它就不会覆盖了 哦,错了 哦,这样飘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个是定位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给它设置一个right等于0 看这个时候是什么效果了 看一下是不是跑到右边去了 因为它们的宽度已经固定了 那么左右再等于0的话 那么它就会跑到右边去 所以,那这个时候同理 我们可以让它的这样一个 wide 这个高度等于多少呢 百分之百 当然,这个时候就可以合并这两个 因为是一样的 合并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可以这样敲 方便使用 看一下 好 相当标准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它没有在两边进行一个填充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呢 嗯 从这个容器上来看 是这个容器的问题 我们如果给它 这个容器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有一个panding的 如果我们把它左边的panding设置为0 看一下 是不是就显得有间隙 然后右边的话我们设小一点 变成5 那么同样 对于这个面板的话 它应该也是有这样一个panding的 那么左边的我们设小一点 设成5 然后右边的设成0 看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形状了 那这个样子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其实这个的话是通过 我们可以 no 判定 left 新建两个样式 判定left等于0 no 判定 right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写一个panding right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左右的 那个就是panding left small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5px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panding right small 对应的就是right 好 既然有这些钥匙呢 我们再来在这个地方去加上去 是不是也就可以了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不要panding left 但是呢 我们的panding的right呢 要small 对于这个的话就是没有panding right panding left small 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就我们刚刚达到的一个效果是比较类似的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个建议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编写样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在这边给它测试好 然后再直接写回 写到我们的这个样式文件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就显得比较快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可能就只能进行到这个地方 当然 我们这边的一个内容的话没有完成 因为我们这个构建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拖一点时间 但是我们这个扣任务的话希望大家还是下去先完成 就是完成一个任务列表 这个任务列表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边用li 形成一条一条的一个任务记录 好 那么这节课呢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几课再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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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